我跟柳如嫣恋爱长跑五年,以为终于修成正果,却发现原来,她爸妈早就给她找好了订婚对象,我质问柳如嫣,她却说,谁叫你连一百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。 他们不知道,如果我不努力工作,就要回去继承百亿佳业了,我许久没联系的哥们微信跟我说她前两天回老家开了眼,她参加了一个发小的订婚宴,那公公喝醉了酒非要亲未婚妻的嘴,我正在给柳如嫣准备她明天要带的午饭心不在焉地回她,正常,你们老家那小地方封建陋西多得很。 我哥们又问,对了,你之前不是说要求婚了?怎么样了?快了。 我心想,等我订得鸽子蛋倒了,我就跟柳如嫣求婚,你小子搞得还挺快。 我哥们说道,还没见过你女朋友,不知道是哪家千金小姐,就是普通家庭。 我想到柳如嫣不由心情愉快,但是我们一路打拼过来,我很喜欢她。 我哥们笑骂道,家里有上百亿,还要去追求什么平平淡淡就是真。 您老人家的境界,我就没有,我还想再玩几年。 对了,挂电话之前,我突然想起,我还想给她挑一款租木绿的宝石项链。 你家里不是做这块的吗?帮我长长眼。 我哥们一口答应,行,你发个全身照,还有她的婚礼当天的裙子给我。 我给你选个闪瞎他们狗眼的,那倒不用。 我有点迟疑,我女朋友还不知道我家里有点钱,你没跟她说你家里的情况。 我哥们震惊道,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,我打算过几天求婚的时候告诉她。 说到一半,我就听到开门的声音。 是柳如烟回来了,这次出差,怎么晚了两天? 我边说边把给柳如烟包的汤端出去,柳如烟一边脱高跟鞋,一边抱怨道,领导这么安排,我有什么办法? 我只不过心疼她早出晚归,要不等结婚了,给你找个轻松的工作。 哼,柳如烟轻笑一声,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轻松工作? 你能像舒柔的男朋友那样,每个月拿个三,四万,我就谢天谢地了。 柳如烟最喜欢提的就是她闺蜜的男朋友,觉得她每个月赚钱比我更多。 我知道每个女生多多少少有些攀比心理,再说,柳如烟最近加班多,难免心情不愉快,那我给未来老婆捏捏捏。 我想尽量做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好男朋友,柳如烟把我推到一边,不用了,我太累了,想睡。 说完,就一个人静止回到了卧室,你明天的饭,我放冰箱里了。 我在客厅喊了一声,没有听到她回答,估计是睡着了,给她包的汤也放在边上没喝,我想着不浪费,正端起来打算自己解决了。 却看到她刚刚脱下来的高跟鞋是华伦天奴最新遗迹的款,我给她选的婚鞋也是这个牌子的,她自己的月工资肯定不够,是闺蜜送的。 我的手机里突然弹出来一条语音微信,是我好哥们,她声音带着点惊慌失措,大哥,你别试玩我吧,你女朋友跟我发小的未婚妻简直一模一样。 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哥们恶作剧,或者开玩笑,直到她把婚礼上录的视频翻出来,发给我,在鞭炮声中,视频中的打扮,酷似新婚的女孩,半推半就的,跟她未婚夫啃了同一个苹果的两边,视频中的未婚妻跟柳如燕确实很像,可是柳如燕明明在跟我谈恋爱,说不定只是长相相似呢。 我试图说服自己,直到我看到的那个女孩穿的滑轮天奴。 跟柳如燕刚刚脱下的那双是同款,我无法再欺骗自己,我拨通了王叔的电话,他是专业的私家侦探,更因为我爸曾经关照过他,从小就对我视如己出。 我说,我想查查看柳如燕前两天去了哪里,做了什么事情,王叔有点迟疑,柳如燕小姐,是不是少爷您之前说要娶的女生? 我说是的,大概听出我语气的一样,王叔承诺,最迟三天就会给我结果,因为心中发毒,我还是忍不住走进卧室,说自己疲劳的想要睡觉的柳如燕正在玩手机,看上去还很精神。 看到我进来,他下意识地把手机锁平,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? 我一贯尊重他,很少在他说要休息的时候打扰他,给你炖的鸡汤,你还没喝。 我找了个理由,想看看他的反应,鸡汤,鸡汤,你除了会做饭,就没其他本事了。 我早喝腻了。 柳如燕不耐烦地说道,听到他的话, 我在想,是不是也早就对我们的关系腻了,我看进门那里,心满了鞋,我看好像是华伦天奴的。 我又问到,柳如燕的反应异常激动,怎么,我自己出钱买的,还要跟你报呗? 只不过听说,这鞋贵得很。 我怕,你怕什么? 你说啊,你是不是怀疑我? 柳如燕提高了声音,你要分手你直说,在这里指桑骂槐的说什么鞋,怎么我自己发奖金买个鞋还不行? 我站在门口,沉默地看着他,很快,他开始细数自己是怎么样在一毕业就跟我一起,不嫌弃我一两万的工资,让我想想看,现在还有什么女孩子会陪着男生奋斗? 又挤出两滴眼泪,说自己这几年的青春全都喂了狗,说我是渣男,越说越惨,到最后,居然双手无脸,哭得伤心极了,以往的我。 只要看到他伤心,就忍不住心疼,觉得他这么几年跟着我,也不图我钱,过得不容易。 所以,即使他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三四千,还常常说我的工资低,我也不介意,可是现在有了怀疑,我在听这话的时候,就觉得奇怪,这几年,各种纪念日生日,我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他,虽说我没把自己真正的身份告诉他,但他之前差点被公司辞退,是我动了关系,把他留下来。 他平日里爱消费一些高端化妆品,也是我花钱给他购置,甚至于他弟弟上学户口的问题,也是我去找人帮忙处理的。 怎么在他嘴巴里面,就只剩下他这几年时间值钱,难道我这几年时间就不值钱,我看着哭哭啼啼的柳如烟,又想到视频上看到的那个身影,我突然说道,既然不想分手, 那我们结婚吧。柳如烟止住了哭声,他脸上带着几分没有藏好的慌乱,抽气着说,我,我要先跟我爸妈商量。 随你,我说,第二天早上,我睡到了自然醒,没有起来给柳如烟做早饭,醒的时候,我看微信里柳如烟给我发的条微信,都怪你,我早上买豆浆油条,错过了一班车,迟到了。 我以前一直坚信柳如烟是爱我的,所以他这些看起来像是责怪的话,我都将其视作撒娇,为他这些无理取闹的话蒙上一层滤镜,现在脱离滤镜来看。 其实这句话就是,扑儿,他自己没有算好上班的时间,却怪我没有做早餐,更有意思的是,这么久以来,都是我在做早餐,而他却坐享其成。 我回复了一句,最近工作忙,没时间做了,以后你自己买早餐吧,刚一发出去,他就回了我一个,我煎完鸡蛋,他又回了我一句,V我五百早餐费,我就原谅你。 我冷冷笑了两声,给他发了个,以V九九九点JPG,哼,看来我已经不是你最宠爱的宝贝了。 他这句话,倒是以退为进,看起来,搞得好像刚才V五百的要求只是开玩笑,我没跟他继续打这些雅迷,对了,结婚的是,你考虑的怎么样了? 你都没正式向我求婚。 他回复我,我问,我求婚你就答应。 他的对话框里,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,过了十分钟,他才发出一句话,还是等我问问我爸妈。 我拿着手机在手上转了几圈,迟迟不敢答应。 究竟是因为害怕爸妈,还是早就有其他的未婚夫了,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,柳如烟才说, 我们那边彩礼多不多,直接关系到女方的面子。 所以我爸妈说了,凑个整,一百万。 一百万? 我不禁在心底冷笑起来,柳如烟跟他爸妈一直以为我家里父母都在外打工,只在农村有两个烂平房,加上我这些年的工资,如果我真是这样的身家背景,撑死了也就三十万,一百万的金额,我砸锅卖铁都凑不出来。 你知道我家里情况拿不出这么多。 我说道,柳如烟眨眨眼,我爸妈也只是要个态度而已,你就不能去借借,凑一凑。 我好整以侠地问,跟谁借? 怎么凑? 柳如烟故作撒娇的口吻,你信用卡倒腾两下,跟你同事借一下,实在不行,现在网贷这么多,怎么就凑不出来了? 我看你就是不想娶我,信用卡,网贷,这些钱以后怎么还? 我质问柳如烟,那一百万的彩礼,你说是个态度,你爸妈要还给我。 柳如烟有些心虚,结结巴巴地说,彩礼本来就是给女方的。 我出一百万的彩礼,你们柳家打算出多少嫁妆呢? 我用食指在桌子上点了点,柳如烟梗着脖子,嘴硬道,我爸妈自然不会亏待我。 几万?几十万?几百万? 我咄咄逼人,柳如烟,不会你爸妈只给你几千块当嫁妆吧? 柳如烟把筷子一甩,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娶我。 你也不想,想看过去几年是谁陪你一起打拼。 每次钱驴技穷,都是这招胡搅蛮缠。 既然他要装傻到底,我自己也不急于现在戳破他,等明天王叔把他故事调查清楚了再说。 柳如烟,你扪心自问,我这些年对你不好吗? 你爸妈把你当摇钱树,给你弟存钱,我这一百万财力出去了。 以后还不是我们俩一起还,到时候你怎么办? 我把问题丢回给他,没想到他脸上神情反而更心虚,我心中涌起一个念头。 他难不成是打算骗这一百万? 王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其实我自己也菜得七七八八,只不过时间比我想象中更早。 他之前偿仗回父母家,其实并不是照顾父母,而是在相亲,甚至于这些来回路费,回去看父母买的礼盒,都是我花钱的情况下。 他仍旧毫无负担地去相亲,他母亲给他筛选的相亲对象,全都是又老又丑,但有点钱的。 相亲之后没能走下去,于是也没有放弃我。 可是年前的时候,他母亲打麻将,认识我哥们发小的妈妈,一来而去数了,他母亲就心思活跃起来,特别是听说那个男的长得矮还秃顶,所以身边倒贴的女生没几个,但家里好歹有些小钱,就赶紧牵线,让柳如燕千万要把这个金龟婿拿下。 柳如燕的工作越来越忙,出差越来越频繁,其实都是在花时间跟他那位未婚夫谈恋爱,至于为什么没有马上把我甩了,是因为柳家之前跟对方谈了说要出一百万的陪价。 柳家爸妈怎么出得起这一百万的陪价,于是柳如燕早就想好,要想方设法从我身上扎一百万出来,要不要直接跟那家说一下。 王叔问我,上留圈子,只要我们家说句话,柳如燕嫁入豪门的美梦,立刻就破灭了,让他们别退婚,我还想陪柳如燕演演。 果然,第二天,柳如燕就又主动跟我提那一百万彩礼的事情,原因无他,我让对方给柳家提了嫁妆的事情,还说如果没有一百万的嫁妆的话,他们是不会取一点经济实力都没有的而媳妇的。 我装聪作哑,一百万我真的凑不出来,你怎么这么没用?柳如燕开始口不择言,一百万都没有。 他到阳台跟他爸妈打了个电话,又走进来说,你五十万总有吧?我摊开双手,空空如也,五十万也没有。 柳如燕有些着急了,怎么可能,你账户上明明有五十万?我眼神锐利地看着他,你怎么知道?你查过?柳如燕赶紧敷衍道,我之前嫖到过,之前是有五十万,不过,我最近拿去投资了,我找了个理由搪塞他。 那位未婚夫的妈妈,这几天打牌的时候,明里暗里说,还有个家境不错的小姑娘,对他儿子紧追不舍。 问嫁妆置办好没有,什么时候刻意结婚?柳如燕这几日被父母催得急,连带着看,我也不顺眼,在家里发了好几次火。 以前,他若是砸了东西,或者弄乱了,我就会默默去收拾,现在,我只是起身,直接就开车去其他别墅过夜,柳如燕最后一咬牙一跺脚,自己去到处借了一百万。 王叔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,我忍不住在心底默默骂了一句,蠢货。 我不想由我自己挑明分手这个事情,所以,在我知道他们婚期定下来的时候,我还偶尔提着鸡汤去柳如燕办公室。 想看看他什么时候跟我坦白这个事情,结果我去了几次,都被柳如燕的助手拦下了。 他看着我,面色有点为难,柳如燕姐说他不在。 我挑挑眉,把装了鸡汤的饭盒递给他,那送给你喝。 小助手想了想,接过了鸡汤,又问我,您跟柳如燕姐在一起多久了? 五年吧?我说,小助手点点头,那还挺长时间的。 怎么了?我问道,小助手挠挠头,感情五年七年的时候,最终疲懒。 您看是不是该对柳如燕姐,再多,关心关心。 我有点好奇地打量这个小助手,才刚出学校不久,一双眼睛清澈得很,显然是听说了点什么事情,才特意给我敲边鼓,我煞有见识地点头。 行,我会多照顾柳如燕情绪的。 他肯定是因为我没答应一百万的彩礼才生气的。 一百万的彩礼。 小助手倒吸一口气,柳如燕姐说了这么多。 我汗手,小助手捏紧了拳头,这也太,太怎么。 哦,没什么。 小助手意识到不该背后说人是非,拿着我的鸡汤,匆匆忙忙地上去了。 晚上的时候,我问柳如燕,我中午过来找你,怎么不在? 柳如燕不满地看我一眼,怎么,你过来我还要恭迎圣架? 你别生气,我已经在想办法筹一百万了。 我说得十分真诚,柳如燕果然变了脸,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,那你要快点,我想快点嫁给你。 我心不在焉地拍了拍他的背,我尽量。 等我第二天,继续给他送鸡汤的时候,他这次没有让小助手拦下我,只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至少问了三次那一百万什么收有。 我说,等我胳膊周转过来资金,一两个月就有。 他又嫌慢了,说能不能先把一百万彩礼钱给了。 把婚定下来,我说我查过黄历,下半年才是结婚的黄到吉日,等一两个月正好,柳如燕垮了脸,让小助理送客,告别的时候,小助理递给我一个牛皮食品纸袋,这是。 我问道,我家里烤的蛋糕,不知道你喜不喜欢?小助理埋着头,谢谢你昨天的鸡汤。 我笑了笑,等回到公司,我吃了一口蛋糕之后,有看了看没有任何标签的牛皮食品纸袋,家里烤的。 这分明是我之前最爱吃的法国香榭丽社412号四家烘焙店的口味,一个小助理能买得起这个。 之后的两周时间,我时不时告诉柳如燕,一百万有希望了,或者我哥们又遇到什么事情,一百万可能要往后延,柳如燕的心态就这么起起伏伏,连着好几日都睡不安稳。 由于这一百万还捏在我手里,柳如燕这段时间对我嘘寒问暖,甚至有几天还早起给我做了早饭,你看,他也是可以做到关心我,照顾我的,甚至于,他知道怎么爱人,只是不愿意这么爱我而已。 王叔告诉我,柳如燕和他准备婚夫的婚礼时间和地点都订好了,婚礼的地点是我们家旗下的酒店。 本来是没办法这么快订到的,鉴于我想要做的事情,便吩咐下去,插了个队,我那天洗完澡出来,就看到柳如燕微信聊天框里的亲亲,我心底冷笑,也没兴趣跟他睡同一张床,去隔壁房间对付了一晚,结果睡之前,我收到了一个微信家好友请求,我是柳如燕的小助手。 那个小丫头,我想起那袋蛋糕,就点了同意,小丫头给我发了一段很长的话,她说她不是搬弄是非的人,如果我和柳如燕真的是抗力情深,她肯定不会多言,但她害怕我蒙在鼓里。 所以,才告诉我真相,她拍了一张请柬给我,请柬上女方的名字是柳如燕,而男方的名字却不是我,我回复她,我早就知道了。 小丫头好半天才回复,我没想到你这么爱她,对不起,我有点无奈地回她,想什么呢?我只是要当面讨回公道。 小丫头来了精神,我可以找我爸妈帮你。 果然,是个家是不错的小丫头,隔天,我告诉柳如燕,明天就可以凑到一百万彩礼。 柳如燕果然喜出望外,我提出要跟她爸妈一起吃个饭,只不过吃饭的时间。 我定在了她结婚的那天。 柳如燕听到我说的时间,眼神闪烁了一下,那天家里有事,我也有事。 什么事?我追问道,还有什么事,比我们俩结婚还更重要? 柳如燕愣了愣,家里的事情,你过去不好。 我耐着性子说,以后都是一家人了,你家里有事,我应该帮忙才对吧。 我句句话都堵着她,她便冷了脸,你什么意思? 我怎么了?我这不是关心你。 这也有问题。 我温和地笑着,柳如燕努力挤出笑容,我大搏家的事情,他们家本来性格也有点不好,我也不想你跟他们多接触。 那行,那你自己注意。 我看柳如燕都快挂不出笑容了,才暂时放过她,毕竟,她这层伪装,还是当众撕破,才最有意思。 果然,柳如燕提前两天,就说家里有事要先回去,我倒不着急,毕竟这个婚礼的情节,我哥们也赚了一份给我。 我哥们给我的时候,还有点担忧,你不会看到对方是女生,就手下留情吧? 一般来讲,我是会保持绅士风度的。 但柳如燕不一样,她把我当傻子骗,还想舒舒服服生活。 我素来是个温和的人,却不代表我没有锋芒。 婚礼当天,我坐私人飞机,到了柳如燕父母所在的城市,赶到婚礼现场的时候,婚礼才刚刚开始,四姨还在讲述两个人相亲之后,柳如燕主动嘘寒问暖,打动了未婚夫原本不安定的心,我们在场宾客同不同意新郎新娘在一起。 四姨大声问道,我站在婚礼舞台的对面,高声回答,不同意。 顶刻间,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我,柳如燕看到我出现,脸色煞白,整个人都轻轻颤抖起来,四姨脸上的笑容愣了愣,能请问一下为什么不同意吗? 我冷笑道,柳如燕,你一边问我要彩礼, 一边想办法驾驸二代,脚踏两条船,挺厉害的吗? 柳如燕双唇颤抖,好半天才提高了生意,谁叫你连一百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。 在问我彩礼之前,你不是已经跟他订婚了吗? 我拿出手机,翻出之前那个订婚宴上的视频,怎么? 不记得了,你当时不是说出差吗? 站在他身旁的富二代,立刻就甩了他一巴掌,柳如燕,你不是说你单身吗? 我好整以侠地在旁边站着,柳如燕双目发红。 看着我,你胡说,我们早就分手了。 我之前跟着你,全都是住的地下室,跟你一起吃糠燕菜的,结果你连彩礼都不给。 就想让我倒贴,我爸妈都可以给我作证。 为了保住他来之不易的富二代准备婚夫,他已经不顾真相与否,开始胡编乱造了。 我吃笑一声,拍拍手,婚礼舞台的LED屏幕上立刻出现了柳如燕一家人吃饭的场景。 你那个男朋友一百万的彩礼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给? 我可跟人家说好了一百万的嫁妆。 柳如燕的妈妈正在质问他,柳如燕不耐烦地把碗摔到桌上,我已经跟他说了让他去借网贷,刷信用卡,他非说要等他什么兄弟给。 我看啊,你根本就没把人套闹。 柳如燕的妈妈声音尖利刺耳,否则他巴不得掏空了家底来娶你。 你行你去套啊。 柳如燕翻了个白眼,你别给我不耐烦,这次这个富二代是我费了多大心思才搭上的线,你必须给我稳稳抓住。 柳如燕的妈妈说,至于你那个穷男朋友,炸光了就早点丢。 别影响了你结婚。 知道了。 柳如燕在视频里斩钉截铁道,来参加婚宴的观众一时间都觉得柳家简直是人心不足舌吞向。 柳如燕,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 我居高临下地问他,柳如燕已经恼羞成怒,他拿起舞台边上的香槟就往我西服上泼过来,我拿出手帕抹了抹,手工定制意大利的西装,十万零九百九十九,你赔我十万就好。 柳如燕不屑地道,别装有钱人了。 还什么手工定制,你去过意大利吗? 他的准备婚夫却走到我面前,恭恭敬敬地给我递了张名片。 秦少,您怎么不早说你要过来,我这边也好派人去接你。 柳如燕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 你是谁? 他的准备婚夫鄙夷地看了他一眼,秦岭集团的继承人身家百亿。 婚礼被迫终止,那位富二代丝毫没有生气,反而握着我的手说,都是我妈给我介绍的。 我本来想着,如果本本分分地取过来放到家里做个百事也好。 哥,我可没动过他,我对这种没兴趣。 这种明显的示好,自然是因为我的身份,我也不含糊给他撕了张支票,这次婚礼的费用算我的。 而回不过神来的柳如燕,呆呆站在香槟塔旁边,离开的客人们都捂着嘴。 边笑边讨论,说这次柳家的脸可是丢大了,那一百万的彩礼,你最好尽快还给我。 我离开的时候,对柳如燕说道,你给了我,就该是我的。 柳如燕赤红的双目瞪着我,婚姻法里有规定的。 没有婚姻事实,法律应该退还,我对她如今只剩下厌恶,如果你不还,就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吧。 柳如燕眼角流出泪水,你居然一点情分都不讲。 什么情分,把我当备胎,当舔狗的情分,我反问她,柳如燕眼睛转了转,你早告诉我你的身份,我们就不会兜兜转转了。 分明是你故意试探我。 果然是死不悔改,我喊人将曾经打算向她求婚的戒指,婚纱,首饰全都拿了上来,她再没见识,也分辨得出来这些东西很贵。 我笑起来,这些本来是我打算跟你求婚的东西,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,特别定制的。 因为我真的以为,你只是因为我这个人才跟我在一起。 她脸色已变,似乎想要解释。 可惜,就在我打算给你求婚的时候,我看到你订婚宴上的视频。 我挥挥手,服务生们又拿着这些珠宝首饰走开了,这些东西我会拿去拍卖之后,卷给删去儿童。 柳如烟猛猛地扑过来,抱住我的大腿,秦宇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。 我只是因为爸妈逼得太紧,才跟童一结婚的。 我不屑地将她踢到一边,你三年前就开始频繁相亲了,柳如烟别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。 柳如烟没想到我知道的这么多。 整个人尾炖下去,我原本以为她出了丑,应该会放弃。 没想到她竟提着自己炖的汤,三番两头地在我们大厦的大厅等我。 我让保安把人赶出去,她又站在大厦外面,暴雨下来,被临城落汤机都不离开,我实在烦不胜烦。 小丫头又一次找上我,女生最了解女生,她现在是觉得你曾经爱她,所以她可以挽回。 你只要找人装作你现在的女朋友,她自然就眼旗息鼓了。 我饶有兴趣地问,那你觉得我要找谁装作女朋友? 小丫头毛遂自荐。 我觉得有意思,就跟小丫头达成了友好协议。 次日,我就见她坐了一辆麦巴赫到我们楼下,等我一出大厦门,她就抢在柳如烟前面,过来给我拎包,还把给我买的小点心塞到我手里。 柳如烟见自己的小助理,竟然来讨好我,顿时横眉瞪眼,你算什么东西,也敢追我前男友。 小丫头,小丫头攥着拳头,不甘示弱,凭我一片真心。 凭我家有矿,凭我有司机开得起麦巴赫。 柳如烟出奇地愤怒,指着我和小丫头说,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 我冷冷扫视了她一眼,别把人想得跟你一样龌龙。 柳如烟见我不语,马上又想要过来抓我的手,这个贱人肯定是贪图你家的钱。 秦宇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? 我拉着小丫头的手,对柳如烟说道,你再骂我女朋友一句,我明天就让你丢了工作。 女朋友?你女朋友明明是我。 柳如烟不信邪,我就骂她是贱人怎么了。 哈!我给了柳如烟一巴掌,柳如烟被辞退了,她一脸不解地去找HR,HR面带笑容,阴阳怪气地说。 看来您不知道您为什么有资格被留到现在啊? 柳如烟不解地问,为什么? HR解释道,柳如烟之前的做事效率就不够高,四年前,公司做绩效考核,实行末位淘汰制的时候,就打算让她走人。 只不过这件事情被当时的我知道了,看到柳如烟愁眉眉不展,当时我花钱把他们公司收购了,所以柳如烟才暂时得以留在公司, 且后面两年还顺风顺水地晋升了HR雨带奚落,可惜您把自己的大金主给得罪了,现在只怕出去,同行都不会收您。 柳如烟却仿佛没有听见似的,难难道,她从来没跟我说过。 柳如烟在我们公司的停车场堵到了我,她面容憔悴,头发很长时间都没打理过, 她看到过,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。 秦宇,我之前真的错了,是我自己太想要过上好日子,所以才会听了我爸妈的窜多去相亲。 其实,我们之前也是有过感情的是不是?你记得吗? 我们之前过年的时候,一起去广场倒计时,还要在新年十二点互相说我爱你。 我们去福建旅游的时候,没钱,只能被迫坐绿皮火车。 可惜没有买到卧铺,我抢到两个硬座,为了让我睡好,你就站了一晚上。 还有刚毕业的时候,我们到那个单位,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,都是你打车送我回去,说一个女生不安全。 她说的这些,都是我们经历过的甜蜜的日子,曾经我很为这些日子感动,甚至想要得到一个平凡的爱情。 然而,如今我发现见识一致,经济能力相似,其实更容易催生浪漫。 柳如烟说的这些,我竟然不再触动,我看着有些癫狂的柳如烟,那些感情早就已经过去了。 柳如烟扒着车窗,不是的,秦宇,这段时间,我脑海里面一直在回想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。 我想到了好多事情,你看,我一件一件都记在备忘录上,我全都背下来了。 你可以靠我,我没有兴趣。 柳如烟似乎因为我的冷淡而备受打击,她眼睛发红,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要疯了一样,五年多的时间。 秦宇,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? 柳如烟,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 我提醒她,柳如烟疯狂摇头,不可能,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喜欢上那个小丫头了。 我笑道,她比你年轻,比你好看,比你有钱,还比你对我好。 我为什么不可以喜欢? 柳如烟脸色愈加苍白,柳如烟,你与其说这些,还不如赶紧把一百万还了。 我边戴墨镜边说。 另外,看在我们两交往过的份上,提醒一下你,你之前还借了一百万的贷款,也趁早还了吧。 说完这些,我把车窗摇上去,从地下室开了出去,后视镜中的柳如烟跪在地上,一边喊着我错了,一边崩溃般的大哭,只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 柳如烟一开始不愿意偿还一百万的彩礼费,但是对不公堂之后,他不仅要赔彩礼,还要赔偿精神损失,而他自己从网贷,信用卡当中套出的一百万。 富二代的家里倒是没有药,毕竟觉得晦气。 却被柳如烟的父母卷跑了,甚至准备搬家,他们把快乐留给了自己,债务留给了女儿,柳如烟气不过,也把他爸妈告上法庭,听说一家人直接在法庭上打起来,互扯对方头发。 他爸妈骂柳如烟没用,调不到金龟婿,柳如烟骂他爸妈,觉得都是他爸妈,所以他才错过了我这个金龟婿。 王叔说,法庭里坐的人都感觉三官被他们一家人震碎了,有几个记者还特意把柳家这个丑事写到了报纸上,搞得他们老家的其他人觉得柳家丢了村子里的脸,在柳家的祖坟的墓碑上抹粪。 但这一百万早就被他爸妈挥霍一空,有部分转移到了他弟弟的名下,打了很久的官司,柳如烟连五万块钱都没拿回来,要求他还款的贷款公司,随时随地给他打电话。 他被大厂辞退之后,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不是工资太低,就是工作时间太长,柳如烟通通受不了。 后来听说柳如烟因为这些事情发了疯,被居委会送进了精神病院,在精神病院里逢人便说,自己被求婚了,男朋友给自己定制了鸽子弹,还有法国私人定制的婚纱,发病的时候又跪在地上。 不停地磕头说,我错了,我错了,我很早之前就知道。 对于他这种人而言,最痛苦的不是没有得到,而是差一点就可以得到了,所以我才安排了这一切,至于后来,我跟小丫头结了婚,虽然看上去是联姻,毕竟强强联合,但其实我和小丫头很合拍,她喜欢尝试各式各样的生活, 也喜欢做各种平凡的工作,有空前时间,我们俩就会满世界旅游,享受生活。 到35岁的时候,我正式晋升为奶爸,一儿一女的生活过得惬意极了,我问小丫头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,她说,她来我们公司做实习生的时候,当时,我只是为了柳如烟解围。 却顺道也帮了她,她抱着我,幸福地说,幸亏柳如烟没眼光,才能让我等到你。 我也抱紧了她,有句话叫做,对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遇,错的人晃晃悠悠中会走散。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